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队在亚运会上与伊拉克 东帝问 叙利亚本在一族 球队将在7月31日集结 先与马来西亚和伊朗进行两场热讪赛 天津日报消息 U23国族参加此番亚运会的目标是获得奖牌 尽管上队参加的是马达洛尼 不过李皮将一观察员的身份前往伊尼 在幕后进行指挥和决策 足协把U23国族是否获得亚运会奖牌 看作是考核李皮团队的重要指标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